所以我會挑幾題來跟各位做說明 其中的話像151是瓜糊一個 152的話是很多瓜糊 這很多瓜你把它打開152 你打開之後的話你會發現 我們需要做的事情在B欄規格 裡面的話我希望把長寬高分別幫我取出來 放到哪裡呢 放到我們的CDE裡面 那其實工作裡面真的常常遇到 我要把一個欄位裡面的資料分割成好幾個欄 因為它可能一個欄位裡面就有很多的相關資料在裡面 所以我必須把它取出來 我才有辦法做相關的報表 但如果我沒有辦法取出來的話 我就沒有辦法 因為它規格裡面雖然看到裡面有數字 然後要做一些計算 第二次就是把phi到第一次的位置 後面再加一 這個位置呢 又是固定的話 那你可以想到有一招 其實剛好Excel裡面 有一個功能叫做資料裡面 其實資料裡面蠻多功能還蠻重要的 有一個叫資料剖析 這個功能 有沒有 那其實資料剖析嘛 剖析的意思就是幫你切啦 那切開來之後的話 你可以切完之後 比如說這邊切 這邊切 切完之後這個就長 把長這個部分丟到這邊來 有沒有 然後切完之後把寬放在這邊 高放在這邊 那不就是我們要的 OK 而且不用寫程式 如果有內建功能 你就不需要說特別寫程式 資料口系 它主要可以針對兩個部分做口系 一個是說你有固定寬度 一個是說如果你有固定符號 那當然你會發現固定符號裡面有沒有固定符號 有啦 斷 這個鈍號 可是問題鈍號還要在還要在切前掛號後掛號 所以變成說如果你要剖析的話 你要剖一次兩次三次 才可以剖完 OK 可是如果說今天以這個例子來看 我們其實可以用固定的寬度 那怎麼做 一 請你先選取這個範圍 那選的話呢 我是建議可以多熟悉一個快速鍵 Ctrl-Ship向下 有沒有 為什麼 因為將來如果你要錄製具體的話 建議是要Ctrl-Ship向下 OK 一 游標先放在B2 Ctrl-Ship向下 有沒有 第二個動作 第三個動作的話 就資料剖析 資料剖析裡面呢 它有兩個可以讓你選擇 所以特別說這個功能還蠻重要的 為什麼 因為以後如果說你的來源資料 需要做剖析的話 然後你又想不出 有比較好的函數可以代勞的話 這個就是解決方案 但是它有限制 就我剛剛講過的 一個是什麼 分割的符號 一個是固定的寬度 那當然你要針對這個資料 它剛好在固定寬度 第一個 剛剛好 所以我們就選這個 下一步 好 再來的話呢 他就會問你說 那請問一下你那個固定的位置在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要畫線 要切 什麼切特別重要 上面有尺規有沒有 你可以點選 那點的話點準 點一下有沒有 剛好一條線 這個是前面的位置 後面這個的話 後面的位置點一下 把這個中間是我要的 後面這個寬的話也是這樣 點上面這個尺規 一條線 如果你不小心點歪了 啊 點到什麼 點到那個瓜糊的外面 那怎麼辦 沒關係 這個線是可以拉動的 有沒有 你把它拉過來 有沒有 它就可以 再讓你移動 點一下 OK 好 那點完之後 我點了六條線 有沒有 這樣的話就下一步 再來的話呢 關鍵的地方來了 那我要的資料在哪裡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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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就是除了這個 這三個東西之外的資料 我都不要 那不要的話很簡單 不會入此欄 有沒有 這個不要 這個要不要 這個不要 不會入此欄 這個要不要 不會入此欄 這個要不要 不要 不會入此欄 這樣問題就解決了 啊 最後的話呢 它會出現目標儲存格 意思就是說呢 你將來 你希望切割完的資料呢 幫你怎麼放 放哪裡 它浴室好像是放原來的位置 會蓋掉 哦 哦不對 應該放哪裡 放C2吧 所以請你把這個目標儲存格 改成C2 OK 這樣的話呢 理論上應該是大功告成 我們看一下 點一下 應該是這個點一下掉 把它改成這裡 C2 OK 好 最後按完成 哎 不過它會跳出這個啦 這裡已經有資料了 是不是要取代 這裡有資料嗎 哦 其實哦 其實哦 我跟各位講 只要你用過了 這邊原來有放過資料 它就認為這裡有資料 因為這個儲存格 它變成物件名稱叫Usted Usted Sale 就是使用過的儲存格啦 OK 然後呢 所以會出現這個 不過沒關係把它按確定 哎 這樣子有沒有 哎 有沒有看到結果 是我們要的 一二三 有沒有 一二三 剛剛好 哇 所以哦 如果呢 假如有些地方函數 沒辦法完成 你可以試試看哦 用那個資料剖析 所以這個資料剖析這個功能非常重要 如果有時候你要把它完成的話 那可以用這個方法 那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說今天呢 我希望哦 哎 當然這個地方我是用資料剖析 那如果我也還是希望把這個按鈕給做出來 所以我希望做兩個按鈕 按下這個按鈕 自動幫我剖析過來 按下這個按鈕 自動幫我清空 哎 那當然哦 這個地方應該我們是用資料剖析 所以哦 你就沒有公式了 那沒有公式怎麼辦 你要如果把它變成按鈕的話 你可以透過什麼呢 透過錄製劇集好了 有沒有 所以哦 如果你那個兩個按鈕哦 你就可以彩排一下 做的方式的話 你就把剛剛的動作做過一遍 然後記得哦 再來開始就錄製劇集 錄的動作特別是哦 有沒有 step 1 游標放 B2 step 2 Ctrl Shift向下 step 3 的話呢 就是資料 資料剖析 然後把剛剛的動作做一做按完成 OK 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剛剛的動作變成一個劇集 然後呢 你在旁邊呢 就可以多一個什麼 多一個按鈕出來 有沒有 然後清除的部分的話呢 你可以用什麼 用 像這個清除的話 一樣哦 游標先放在C C2 OK 那清除的話 建議哦 你不要用滑鼠這樣拉 因為這個範圍以後 如果會變動的話 那它就只會在這個範圍 所以我建議哦 你可以學那個快速鍵 游標先放C2 1 2的話呢 Ctrl Shift向右 Ctrl Shift向下 這樣的話 你如果錄製下來的劇集 將來哦 它就會跟著變動 不會說你錄下來的劇集 以後範圍變動 你還要自己再去重新錄製一遍 哦 那就麻煩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哦 主要是資料剖析 跟錄製聚集 好了畫面還給各位試一下哦 OK 所以這邊這個151哦 跟剛剛的1 152跟剛剛151最大的不一樣哦 因為它三個瓜糊 但還好它的位置是在一樣的地方 哦 所以呢 我們可以透過 Essale裡面的內建功能 哦 就是資料剖析 也可以把這件事情給完成哦 試試看哦 可以說